丹尼从昏迷中醒来,眼前惊躺着一具尸体 他摸了摸疼痛的后颈,其摸了个满手鞋 再一摸,他的枪也不见了 两个属下扶起了迷迷糊糊的丹尼 原来他的枪正在女警库博的手上 库博守在尸体旁,一脸的茫然 两个属下告诉他,刚才有三个男人袭击了丹尼 其中四者用酒瓶子把丹尼砸晕了过去 女警库博告诉警方 后来死者突然对着他们开了一枪 他是逼不得已,才用丹尼的枪击毙了死者 接下来是丹尼的回忆 昨晚他和三个属下一起喝了几杯 酒过三旬,死者突然借着酒劲,想要上前调戏库博 丹尼当时也没客气,直接把死者赶了出去 几个小时后,他们四个刚出酒吧 丹尼就被埋伏的死者一酒瓶砸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就发现自己的枪在库博的手上 袭击自己的人已经被打死了 为什么库博要用丹尼的枪 因为他们一行四个人,只有丹尼下班后带着枪 属下们告诉他,袭击者一共有三个 当时死者掏出了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 但是丹尼并没有看到这一幕 CSI在死者的手上发现了不少玻璃铲子 以及现场破碎的酒瓶都意味着丹尼没有撒谎 并且死者手上有硝烟反应 也说明他确实开过枪 那问题来了,死者的枪呢 他的两个同伙又去哪了 名片显示,死者叫做彼得,是一米油漆弓 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带着枪闹事的人 并且警方搜索了附近的几个街区 都没有找到那把银色的手枪 现场除了丹尼的三个属下之外 没有其他的目击者 更没有人看到死者的两个神秘的同伙 没有找到死者的枪就很麻烦啊 事情就演变成了四个警察 枪杀手无村田的平民 丹尼身为领头人 自然要接受内务部的调查 汉克警督在隔壁剧组抓不到老白 爬来为难同料来了 林塞没好气的拉走了丹尼 甚怕丹尼不小心说错了话 事件结果显示 死者体内的酒精浓度很高 可酒保明明说 他只喝了一杯酒 难道他调刑预警之前 就已经在其他地方喝得酩酊大嘴 此外 老法医还在他的胃里 捞出了几块小石头 这些小石头 都是仔细加工过的立方体 可他为什么要吃石头呢 库伯那一枪正中彼得心脏 意味着彼得开枪是很冷静 如果死者手里真的有枪的话 他不可能这么冷静 难道库伯真的失手 杀死了一个手无村铁的平民 死者的衬衣上有污渍 精化液 这块污渍是苦爱酒 苦爱酒的酒精浓度很高 还会引起幻觉 因此在很多地方 都是明令禁止的 这就解释了死者 一个没有前科的油漆工 为什么会吃石头 为什么胆大包天道调性女警 还袭击了丹尼 此外 亚当还在死者的领口 发现了一根棕色的动物毛发 不知道是哪来的 林塞心急如焚 可因为是丹尼的妻子 他不能参与调查 小黑化验了死者手上的枪击残留物 与丹尼枪里的火药一致 原来库伯开枪之后 探测了死者的脉搏 这些火药是转移过去的 但在死者的手臂靠上的位置 发现了更多的火药残留 这些残留与丹尼枪里的不一致 这意味着库伯没有撒谎 现场真的有第二把枪 或许是死者的共犯 把枪带走了 既然死者开过枪 那必然会留下子弹 于是义乔姐和小黑重回滥发现场 在头顶的路牌上 发现了子弹弹射造成的凹痕 于是他们用机关模拟了弹道痕迹 子弹击中了路牌 最终弹射进了一旁的窗框里 现在子弹是有了 他们还必须要找到丢失的那把枪 与此同时 死者的同伙正带着那把左轮手枪到处显广 有个小贩正在摆他卖BB弹 只要五块钱 就能用彩弹狂射他一分钟 男人爽快地付了钱 男人用的是真子弹 可惜小贩不是真子弹 那一枪正中眉心 枪手不讲游戏规则 残忍至极 林塞虽然不能参与丹尼的案子 可他一有机会 就会将同事们打他案情 听说小黑找到了第二把枪的子弹 林塞不由松了口气 只要证明死者确实开过枪 丹尼和库博就会被判定为正当防卫 谈话间 林塞在现场发现了一根动物毛发 与第一死者彼得身上的毛发一模一样 这意味着两起案子并为一起 林塞必须要再次避嫌 弹道比对结果显示 杀死小贩的子弹 与他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子弹吻合 难道死者真的对库博开过枪 随后同伙又带走了这把枪 并开枪杀了这名小贩 这个同伙显然有点神经病啊 他居然随即枪杀了一个陌生人 内务部的汉克一向以犀利注成 他质问丹尼 为什么死者骚扰库博的时候 其他两名警员没有动作 偏偏丹尼有这么大的反应 库博依然坚持刚才的口供 是死者先套的枪 他不得已才用丹尼的枪击毙了死者 而整个过程丹尼都是昏迷状态 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一行四人只有丹尼带着枪 也正因为如此丹尼没有喝酒 反倒是库博和其他两个警员喝了不少 其实丹尼有一点不知道 那就是库博对他有很深的好感 丹尼不停为库博加油打气 他自诩是个好上司 可自从案件发生之后 库博和其他两个属下 就与他渐行渐远 三个人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在商量什么东西 从调查开始到现在 内务部似乎一直都在有意针对丹尼 只要迈述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早在第一季第二季中 丹尼就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 不声枪杀了一名卧底警员 这也是他一辈子的污点 汉克认为丹尼不适合当个领导 更别说彼得也是死于他的枪 谁知道那一枪究竟是库博开的 还是丹尼开的 言归正传 亚当化验了两起凶暗现场找到的毛发 这居然是一根鸡毛 这还不是普通的鸡毛 而是生长在北部维克菲尔德农庄 每年只饲养一百只的公鸡毛 因为这种鸡毛的特殊性 所以常被钓鱼佬买来做钓儿 亚当甩出的手 让麦树突然想到了什么 根据他的经验 开枪后的火药残留物会集中在枪手的手部 而死者的火药残留物 全部集中在他的上臂 甚至肩膀区域 唯独手掌上没有多少 这因为只有库博撒谎了 当时开枪的人不是死者 而是他身边的同伙 库博没有瞄准枪手 反倒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彼得 这可不是自卫啊 而是误杀 更可恶的是 他身后还对所有人撒谎 在麦树的逼问下 库博又换了一套说辞 他说是丹尼让自己撒谎的 这是把丹尼夹在火上烤啊 亏丹尼掀起来这么袒护他 另外两个属下告诉汉克 丹尼平时对库博照顾有假 这不又让汉克联想到了婚外情 丹尼为库博和死者打了一架 几个小时后 库博又把人给杀了 还言之糟糟说 丹尼是为了保护他教他撒谎 眼下的情况对丹尼非常的不利 丹尼不明白 他平时这么照顾手下们 为什么他们三个会反过来冤枉自己 把屎盆子拳扣他一个人的头上 画面转到实验室 这是死者彼得威里的小石头 上面有肉桂 薄荷油 还有苦爱酒 苦爱酒能够导致幻觉 当然死者的两名同伙 一定也跟他一样喝得最醺醺的 凶手正是两名同伙之一 那么他们究竟在哪喝的苦爱酒 就在此时 亚当带来消息 刚刚此女皇医院 收拾了一名枪伤病人 他腿部取出的子弹 与杀死小贩的子弹吻合 于是警方见到了这名伤者 他正是死者的同伙之一佐斯 麦书给了他两个选择 要么说出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么就把他转到监狱病房 佐斯回忆 案发当晚 他突然接到了死者的电话 让他帮忙教训一下丹尼 等他到了现场 发现死者的同时 崔维斯也在 这个崔维斯甚至还带着枪 原来早些时候 崔维斯跟他的女友分手了 因此心情特别差 正想找人出息来着 于是案发当晚 他直接对着库博开了一枪 不想害得库博惊慌失措 误杀了彼得 随后两个好机友抛弃了彼得 屁股尿流的跑了 事后崔维斯又对着佐斯的大腿 开了一枪 为了他不准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分手的打击 让崔维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神经病 如今他没有工作 没有钱 还没有了爱情 一无所有的人是最可怕的 于是他在两天里 接连开了三次墙 那么这个崔维斯究竟在哪呢 或许只有他的前女友才能解答了 可同事们只听说 他的前女友是个叫做 克里斯托的托衣五娘 并不知道他在哪家业总会上班 还记得死者身上发现的羽毛嘛 亚当调查道 这些特殊的羽毛没有卖给钓具店 而是卖给了一家服装店 而这家服装店的大部分订单 都被销往了一家高档托衣五俱乐部 巧的是 这家俱乐部去年还被执法部门处理过 原因是悄悄消失苦爱酒 原来崔维斯等于有 就是那里的招牌五娘 死者和崔维斯 正是在那里喝的苦爱酒 弗拉格和麦树带着批判的目光 一边又一边看着五娘们搔手弄子 只见潜逃多日的崔维斯 端起苦爱酒一饮而尽 舞台上的女人 狠狠伤透了她的心 崔维斯不想活了 还要拉着前女友当电背 麦树冲上前去 和她扭打在了一起 崔维斯在两个人的夹击下无处可逃 她把枪口堆转了自己的脑袋 不想没有子弹了 这个报复社会的王八蛋 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案件了结 如今Danny正在停止阶段 库博的指控 不光会让她丢了工作 甚至还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林塞心急如焚 可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只能找到库博 期待她能够良心发现 收回先前的口供 丹尼从来没有支持她撒谎 这只是她自我保护的手段罢了 林塞让她好好想想 如果当时开枪的是丹尼 以她的人品 会不会把过错推给别人 女精一时语色 因为她问心有愧 也知道自己卑鄙到了极点 于是库博最终良心发现 向内务部说出了真相 最终 库博连带着那俩一起撒谎的男属下 被一起开除了 丹尼带她们如家人一般 她们却毫不犹豫 推丹尼入火坑 或许她真的不适合当个上司 于是两个礼拜之后 丹尼重新回到了实验室 成了一位平凡的老警察 大风大浪之后 一切归于平静 不当警司也好 反正丹尼穿着制服也不好看 就跟我们楼下的保安一样一样的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上一集中 丹尼因为合约导致的去还是留的问题 终于尘埃落定 丹尼重新回归实验室 她和弗拉克的有氧双煞 也将再度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 女警库博的扮演者 是1985年出生的加拿大演员 吉尼安古森 2003年 她在杀手信徒中 客串女警珍妮佛梅森 2004年 她在夜班医生前两集中 饰演克里斯塔一生 这也是她戏分最重的一部戏 2007年 她在犯罪心理第12集中 客串女律师菲尔娜·邓肯 她的妈妈是香港人 爸爸是美国的日本文学教授 她本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日语 法语 普通话 还有广东娃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